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汉威越南不动产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新的建案是 Sephira蓝宝石大楼 正在第九郡的一个大楼 那目前在这边呢 规划是有四栋ABCD 四栋楼高22层楼 地下室两层 那它这个社区的总户数呢 在1500多户 但这个位置呢非常好 各位可以看到 它这边临界那个五字公路道路 100米的道路呢 非常的宽敞便利 那从这边往上往北走 只要五分钟就会到达第二郡 所以事实上呢 这个个案呢 是跟第二郡是相连接的 一个延伸的个案 那它的环境这边 有一个小的河流 包括它绿树的植栽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住家环境 那我们这边介绍它 这个Sephira一个特色 首先谈到它的交通的便利 那它这个地方是连接各区 生活技能也完善 我们看到它15分钟到20分钟 就可以到达第一郡 CBD就是所谓的市中心 20分钟呢经过富美桥呢 可以到七郡的富美新区 那在附近有很多一些明星大学 包括国际学校等等 那这边有一个很大的超市 在酒店这边呢 我们只要七分钟就可以到了一个超市 COOMARK超市 那它的一个大的特色是 在附近呢 它有一个Samsung一个厂区 这就是在胡志明市啊 所谓的高新科技园区 是韩国设厂 在这边设厂的范围非常的大 那附近还有个中学等等 那这边另外还有可以介绍到一些的购物中心 像Pakston Centerview 或是Vincone Mega Mall 这都是它的购物中心 包括学校 医院等等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它的一个增值潜力的强劲 投资 出租 接乡 那这个个案 因为它是在九郡 那刚刚跟各位有提到 九郡跟二郡的距离呢 通过五支公路呢 大概只有五分钟就可以到了 所以它的房 但是它的房价是二分之一 二郡的房价 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增值的潜力 它规划的面积呢 也相当适宜 是从五十五房的到九十三房的 所以在总价上呢 也符合一些中等收入的一个 住宅的刚性的需求 那在附近因为有这个Samsung 等等一些国外的一些厂家 在这边设厂投资 所以将来很多的外来人口 如果说要进来胡志明市工作的话呢 这个九郡这个建案呢 就是一个首选 那当然也包括了外籍专家 它的一个租的一个需求 这一张就是这个建案的外观示意图 各位可以看到 它是盖在河绿的旁边 那在不远之处 我们看到是第一郡 那这边是第二郡 这环境是非常的好 那本案的交通与东区之连结的一个说明 那我们这个案子因为是在二郡的旁边嘛 所以经过二郡之后呢 可以连到第一郡到平盛郡 那经过这条梅治寿道路 可以接到二郡 那这个地方就是首天都市区 那这边就是二郡 往前再走的话 这是一郡 就是CBD的位置 那二郡往南走的话呢 可以通过首天市桥 接到第七郡 然后 第二郡呢 在第九郡部分呢 也可以到第一郡的市区 还有呢 它也可以到 经过所谓的高速公路 农城游翼 高速公路 可以到同奈平阳 以及头顿 那这个桥就是富美桥 到第七郡 那这条就是高速公路 游翼路 那到荣城机场 好 那这个图就要看得会比较明显 那本案Saphira是在这个位置 就在第九郡 那这边是二郡的范围 所以 从九郡到二郡呢 那只有五分钟 是非常近的这个距离 那它的旁边 这有一个高新工业区 就刚刚有提到的三宋 它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厂 在东南亚 就在胡志明市 第九郡的旁边 那Saphira这边呢 另外它还有衔接到一个 平规游乐区 平规游乐区 在这个位置 那这边是新三一国际机场 大约也在三十分钟 到四十分钟 车站就可以到了 那这个是一郡的市中心 那这个位置 就刚刚有提到 那就是首天新都市区 那这边是高速公路 这条黄色的线是高速公路 就是所谓的龙城油业 它可以到达同南 以及龙城机场 及头顿 这附近 它有一个加莱港的港口 是进出货柜使用的 那这个交通位置 就非常的便捷了 我们刚刚看到 是比较大的范围 那再来看到呢 是比较近的范围 它就是在第五郡的 第五分钟可以到达第二郡 那本岸的Saphir的位置在这里 所以十分钟可以到达首天都市区 那就是经过这条梅字寿路 也是主要道路 到达首天都市区 那二十分钟可以到达第一郡 CBD 大约二十五分钟呢 经过五字公路 可以到达赴美新 也是过了这个所谓的赴美桥 好 我们再提到这个Saphir的付款方式 那这个建案它的单价 基本上是预计约 1100块美金每一平米 那登记费是五千万月顿 那其中有分成十二期 那登记费之后呢 有一个定金合约 是百分之十 那在定金合约之后 有一个付百分之二十 就是买卖合约 那在买卖合约之后的 第二个月 第四个月 六八十十二等等 是每隔两个月 百分之五 到最后交的时候呢 付百分之二十五 那就是 最后就是百分之五 是房产权 接下来我们看到一个 所谓的提前付款的优惠价 那这里面分成方案的 A B C三个方案 登记费一样都是五千万 在定金合约来讲 一样都是百分之十 那买卖合约呢 就有差别了 方案A是要付 百分之四十的总价款 方案B是百分之六十的总价款 那方案C是百分之八十 通过这个付款不同的方式呢 可以获得百分之三的折扣 在A方案 百分之四的折扣 在B方案 跟百分之八的折扣 在C方案 那C方案在交入时候呢 最后只要付百分之二的维修金 另外一个百分之 就是办理房产权 每个地方都要办理的 那我们现在谈到设计的构想 那这个个案呢 它的设计 它是有2.2公顷的面积范围 凝了一个河流的旁边 所以他们有考虑到非常多的一个设计的方案 那首先从气候跟交通来做一个考量点 那这个大楼呢 它有ABCD四大洞 那他们考虑到日照的方向 以及风向的流通等等 来规划这四大洞的排列方式 那当然也有根据道路的进出的方便性 也考虑在内 那这也是谈到一个方向跟景观 那首先我们看这边 由建案向外面看出来的景观呢 在左边这个地方 就是可以逝去的景观 也就是我们CBD第一郡跟第二郡的部分 那在右边就是这个河流 河流景观 所以它在这四栋建筑的设计的时候呢 它如果考虑到每一栋房子呢 每一间都可以看到一个好的一个景观 都把这个因素呢考虑在内 那这边就是由外部向内看 这个四栋大楼的一个建案的一个景观 所谓它的造型啊等等 好那就是这边刚刚所提到的造型部分 因为是沿着河流干 所以它的楼高二十二层楼 它的排列四大洞 大概是这个模样 这个示意图 好那这四大洞的话呢 总共的建幣率是40% 但是大楼的主体是32%的建幣率 整个面积是两公顷多 楼高二十二层楼 地下室是做两层 那这个建案的总负数 是1500多户 从一房到三房 面积从45平米一直到88平米 那多半的规划的房间数是两房 占1000户左右 好那这个大楼 这个建案它本身做了非常多的 社区便利设施 有52项目 52个项目 那这一条路就是一个主要道路 通完外面的一个主要道路 那在这边呢 有一个渔泳池的规划 是1000平方米 约1000平方米的一个大的渔泳池 非常的精彩 好那这是二楼的部分 二楼有店面 有住宅 一二楼的住宅 跟它的一些的便利设施 这有包括一个超市 咖啡厅 店面 这还有一个幼稚园 这边是健身房 好这个是它一个店面的示意图 这是儿童娱乐区的一个示意图 那这边是它 因为它是沿着河边盖 所以它在河边呢 设计一个步道 也是一个河边跑步道 这个位置 另外还有一些休闲的椅子在这边 这个规划是相当的不错 好我们现在再来看它的总体规划 它的总体规划是一到三房 45平米到88平米 这个是第一栋 四楼到16楼的一个平面 由一房二房三房 到一个技术室 那各位可以看到蓝色的部分 浅蓝色的部分是一房 那橘色的部分呢 那这个地方咖啡色的部分是三房 边间 那边间的三房就是在88平方米左右 这是三楼 那各位可以看到 三楼跟四楼的不同点 它在三楼之后呢 这个三楼有退缩 可以造成一个在我们三楼顶这边呢 有一个户外的一个休闲的空间 那这边是四楼 所以这家有退缩 这个规划 相当精彩 这是十七楼到二十一楼 这是第一栋的 好 我们看到C栋 C栋部分呢 就是正常的 从三楼以上一直到二十一楼 面积一样 四处平米到88平米 一房到三房 那边间的部分呢 这个局势的部分呢 都是属于三房 好 这是两房的一个规划 那它的大门竟然是这个地方 那这边是厨房设备 这是餐厅 这是客厅 这边是阳台 那它这个位置设备呢 是在门是开向里面 不是向外开 所以这个设计非常好 只有一个房 两个房 只有两套位置设备 只有两房 好 那这是一房 就是一加一 也就是说它只有一套位置设备 一加一房 一大一小 那大门从这边进来 这是厨房 这边是客厅的位置 餐桌客厅 这是阳台 那这个房型比较小 约50平方米 这是C洞三房 这个面积比较大 是在88平米左右 大门进来 这边是厨房 餐厅客厅阳台 所以各位都要注意到 它都有阳台的部分 在客厅的地方 这是三房的装潢示意图 这是总体的一个社区 它的一个中庭设计 这边一个大型的游泳池 1000平方米 这个地方就是儿童娱乐区 包括一些绿色的植栽 做得非常的精致 这是它的游泳池的一个示意图 这是儿童娱乐区的示意图 各位可以看到 它做得非常丰富 绿色之灾 都很足重这个绿色之灾的环境 这是河边的店面 所以它的店面有两个地方 它特别在河边 也设计成店面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设计构想 好 以上跟各位介绍完毕 谢谢 那这边是跟我们联络的一个方式 如果各位在投资购物的时候 有任何疑问 欢迎到我们公司的官网 跟我们寻求一些的建议 那这边是我们创业咖啡厅的地址 也欢迎各位来参加 加入我们的创业咖啡厅 谢谢各位